听说这几天 北京故宫天安门银河园都有几亿人 我们生活在北京郊区呢 也有北京郊区的玩法啊 出发 我先开我大班走了 妈大班发车了吧 过不去 爷爷一位 你给家给油门了吧 这需要点油门 爷爷长包还不如咱俩家住 妈我家里九年了 这装备整得挺全和啊 不是地方找好了吗 还没呢 走一步看一步 跟妈妈亲一口 今天大苗是主价啊 你快点快弄回来吧 再来农发地 整点小烧烤小水果 也整了一圈 后备箱满满 那最后找不着地方呀 那不能吧 不行就在家烤 看来拿 想吃上拿啥 好嘞 这木策今天要烧烤的人不少呀 真是插生文具多啊 花里胡哨又整一堆 看这 拦都拦不住 还要买小海虾呢 放心吧 总有价能吃掉这些东西 堵车了啊 二十来分钟 这还说今天来了一亿人呀 没想到有一天 这深山老林竟然也能堵车 我们在路边 找到了一个 可以烧烤明火的地儿 行 这个桌子就是咋的了啊 背后一沙爆水的 就收个一人二十的场地费 小孩还不要钱 后边人还挺多 看人家都烤上了 一下车就开始清净大自然 地上那是啥 公主请坐 哎呀 看我们家岔身 装备都拿上来吧 这就好玩吧 好玩也不能玩土呀 不好啊 我们的小炉子也支起来了 按个小鞦韆 你给我过来那边有水 真的好玩吧 好玩 哎呀 哈哈 一号烧烤师小羊全程热门服务 好了呗 太了 人家那边都吃四轮了 咱们先前考第一批啊 哎呀 隔壁看咱这一直不熟 又雪中送炭了是吧 喵喵 打个小帐篷 一会大喵睡觉就在里边了啊 干嘛呢 来来来尝一口 哎呀 咋样 哎呀 香吧 来给大喵吃个尝 你喂它吧 烫不烫 哈哈你等等啊 又换了一批 这味道还挺得见的 户外吃啥都消 你这边是不是糊了呀 糊了 你这人瘦哪儿打滚去了啊 吃饱喝多了 一家三口尝一会儿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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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